这个国庆米纲在线满汉前夕 今天看到各种预告 周深依然行程满满 舞台接连不断 一 周深新歌心童紫燕 今日上午全网上线 来见着阳光下 入戏的盛况 目光相聚一场 再奔向每一个 滚烫的愿望 有一段时光中 自己生不难忘 无限的朝着前进的方向 一次次用这场 逐旧寻找 来向这山河点亮 希望名声以后见得美丽 对梦想沉碰过浪去翱翔 年功 你也千山一路勇猛 愿成为你的荣光 这首歌曲由央视新闻 和腾讯音乐集团 T-Me联合出品 是为庆祝新中国建国 75周年而歌唱 歌曲大气磅礴 充满力量 优美的旋律 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情感 有一点像征途的感觉 是一首给人鼓舞的歌曲 心童子愿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央视选中的人 怎么可能不优秀呢 周深 中国月谈的骄傲 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 强强联合推出全新节目 金港化你之 金港瓦内基 一定要多多关注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跟我一起听起来吧 2.10月1日国庆特别节目 金港化你之预告 周深有一段口播 目前还不知道周深有没有参加 期待周深唱粤语歌 3.还有王者荣耀2024KPL年度总结赛主题曲 将在9月29号零点公布 10月2号零点上线 王者老朋友 又要唱主题曲啦 敬请期待 4.周深新专辑反深代词全专 将于2024年9月29日完整上线 从深楼开始一晃半年而过 期待全专完整上线海内外各大平台 在小编心里 反深代词已是神专 5.9.29生日直播 每年9月29日是周深的生日 每到生日这一天 无论多忙 他都会抽出时间唱歌给他的歌迷听 今年也不例外 往年整个直播长达4个半小时 唱了至少55首歌曲 如此直播盛况 堪比演唱会 让无数歌迷兴奋不已 生日直播是周深和生米们 相互回望的地方 不仅是一种仪式感 更是一种连结纽带 每年一次 是期盼 也是一种美好的相聚 6.周深家门的英宗音乐员计划 周日21点播出 周深有唱歌舞台 大家也不要错过了 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周深 这么密集行程 着实让人佩服 这么敬业和努力歌手 值得大家学习 也期待周深接下来的每一个舞台 又会有一个个怎样的演绎 最后再说个好消息 腾讯音乐榜官宣小美满花开忘忧 获得腾讯音乐榜白金单曲认证 林雅之旅获得腾讯音乐榜黄金单曲认证 获得腾讯音乐榜白金单曲认证 你的歌不停 去听说 对不住啊 好啊 歌名是 五个字 歌名"? 歌名是谁吗? 对哦 5个字? 一个刺带 或者不会说的 谁的意思 对啊 你好厉害 每一个歌手都想 都想做什么 演唱会 演唱会 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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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宣的粵語怎麼說? 香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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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喜不喜歡我做的 蛋糕香芬 對 很標準 真的嗎? 真的 可以嗎? 全部 我是蛋糕天才 可以啊 城市黃昏 讓故事顯得很有氣氛 夕陽裡的我們 這場青春 於是在慢慢變得完整 思念在發生 總有人 值得你跨越山水溫成 一同分享歲月和星辰 我確信確認 你是那個人 我承認 不再純粹心事那麼沉 我不喝酒 為啥不喝酒 你過敏嗎 保護嗓子 我的理由是 我不喜歡喝酒 因為我不想騙別人 因為我也不過敏 我也不幹嘛 我就單純的很討厭那個東西 所以我想 問薩老師的那個 就說的是 朋友一起去吃飯的話 他們肯定會想喝酒 但因為知道我不喝酒之後 他們後面也就不會叫我了 但除非是真的好朋友 因為好朋友就會一起吃飯 就不讓我喝 那這種算 我必須要掌握這個技能嗎 我覺得對方的做法也是合適的 是 一瓶啤酒 如果你喝啤酒會不醉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 你把我把你灌醉 你想幹什麼 你想我幹什麼 我練歌 如果你喝了啤酒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你就覺得很難喝 就是你不喜歡 我不喜歡喝 不是那種喝一杯酒醉的那種 應該不是吧 因為我也沒有喝 我沒有 就是很難喝 對我就喝一口 下次找你去喝那個 那你帶我來這個 吃火鍋 火鍋 我就帶你去喝威士忌 我找一個威士忌跟店 好吧 那我們 我們就 加油好好唱吧 好 加油